蓝的 埃哈曼德 最近这一两张打得不错的 在这磨合下去 二维会也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可能就是这个印尼的 然后再加上丹麦的那一对尼尔森和佩德森 这一两年时间 也是不断的跟那些寻求一个 更好的一个搭配 对现在的 配到这个 蓝的不错 这一对应该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但是厂上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那些不断的去提醒啊 对 那蓝的呀还是轻一点 嗯 这个时候杀了完以后 上不来了有点 这是凯特的中半场的调球 means 尤其中 五四 直接将球7比4 压得有点狠 有点狠 折扣底线 他节奏上还是打得挺慢的 那感觉你觉得印尼的这一名男队员和以前纳西尔的搭档维迪安托比的话 应该是至少差那么一两个攻击啊 对 年轻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角线跟泰国队的两名选手抢到一块 泰国这个混伤打得有点太放松了 没有一点平静 两队都 都是泰国队的连续送分 哪些人这个球往前压进的速度啊 不是很慢 对 在上面都算不一样 看着很明显的看到一步一步的往前上来了 平手在后场的杀球 泰国也干脆自己放弃算的 只能打不过 今天那一球 今天那一球 他在往前将这个球打出了底线 19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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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是打得有点太随意了 20比13 20比15 20比13 沙拉利 挡了一个比较好的落点 可能这也是随意的挡出来了 接发球的直接扑球 21比16 印尼的还是首先拿下第一局 所以你像亚洲这边 有些运动员就在场面 打球 其实这边斗子 可能是打多的 无所谓的 这两个好像 在走一个过程 特别泰国这一队 像这样的话 你要不如把机会给人年轻的印尼人来 做一点中国 做得非常好 韩国 中国韩国日本 这些国家都做得比较好 现在都是鸡汤 包括澳洲 那些国家都做得非常好 他哪有这样随随便便打球的呢 可能还是主要是东南亚这一块 对 包括前面的南双也一样的 台北的 我都常常也有个无所谓 打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台北的 朗国 国安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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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失误在节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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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是 双方都是连续参加三战的欧洲比赛就混战又是放在最后等的可能都有点皮了 对 我接外球也接了 双方都在比到底谁的手段 十五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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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输赢有点不在 12比7 印尼是领先5分 9分 9分 12分 9分 9分 纳西尔的行先刷球下网 往前吐了个追身 16比13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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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是主要是泰国这一队 在印尼的阿哈迈德和纳希尔就2比0战胜了泰国的苏凯特和萨拉利 获得了2012年瑞士黄金赛的混双冠军 中文字幕提供冠冠军 我们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泰国的苏凯特和萨拉利 这一场混双的决赛是打得有点快 在泰国的泰国队一小几比赛的同时印尼的这个选手 也同样的是尽可能快地结束这场比赛 打得很随意 这场比赛